2017年2月16号 百个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来自新州日报的评论 题目是瘦身太难 大马公务员人数超过160万 关于公务员体系臃肿这回事 新州日报风雨开潮声 专栏作者张庆路认为 大致有两点是非常清楚的 一是庞大的公务员人数 已经对国家财政造成压力 二是各方都了解问题所在 包括政府 但大家却继续大摇大摆地在阳光下生存 持续恶化 作者比喻 要让公务员体系瘦身 比要一个200磅的大胖子减肥更难 因为公务员体系的整顿 涉及复杂的多方利益 牵连层面广泛 政府常被批评缺乏政治意志 整顿公务员队伍 把问题置于现实政治框架中 就可清楚看出 这其实无关政治意志 而是政治利益作祟 毕竟公务员人数160万 加上有投票权的家庭成员 还有已经退休的公务员 不容开罪 简言之 削减公务员不符合执政党的利益 即使执政党清楚了解 这顾及一日不除 终会成大患 但毕竟那是将来的事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保住政权 就这样 公务员体制将继续拖着臃肿的身材 捧着大肚男 走向不明朗的未来 接着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题目是 曾经甜蜜 何必撕破脸 行动党四名拥有国州议员身份的党员 2月12号宣布退党 光明日报看见专栏作者 慕容公子认为 这不过是马六甲行动党的内讧戏码 谈不上什么惊天动地 这四名火箭的国州议员 是君子还是毒瘤 没有正义的价值 双造口出恶言互损 图引人笑柄 而政党政治及其政治人物 总在交恶时 一厢情愿地说 都是你的错 说到是非对错 没有必然 也无绝对 但政治人物 总是乐此不疲地演出 叫人厌恶 作者写道 马六甲火箭的家务士 是积怨多时候 道不同 互相为谋 印证了天下事 合酒必分 分酒必可的道理 有道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曾是党领袖党同志 何以甜了蜜了后 却互相叫骂 难道这就是政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